习近平 谢谢这个参长不说 习近平现在提到中兴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奇怪 这两个首脑最高会晤 谈到中美关系问题 中兴这件事情是一个导火索 或者是中间的一个case study 谈到的很正常 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事大家都关心 因为中兴这个企业 它有八万员工 它是美国人的 这个企业的下游 它相信美国人是动作手劲的 相信美国人在那个超级大国 它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不会言而无信的 所以它就没有留后手 它又没有做防备 因此它就更没有想到 因为几十个人的所谓员工的 这个讲解问题 美国有关方面 就能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 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 然后呢就彻底断了中兴的活路 这还不仅仅是八万员工的活路问题 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跟美国这样的一个 突然间就会翻脸 不断的翻脸 根本说话不算数的 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 到底呢 谁不害怕呀 刚刚 伊核协议 美国又退了 为了伊核协议 德国人也害怕呀 德国人担心呢 德国工程师在那地方 正在忙项目 正在搞技术 如果突然间 特朗普政府 以像对中兴一样的态度 对待德国人 德国也受不了 所以今天的世界上 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 这么一个事件 滚起油一般的发掉下去 不仅是中国 包括美国的邻国 包括美国的战略伙伴 朋友们 也觉得和美国打交道 这不行 这不靠谱 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大国呢 杨人有信 大国说话算数 大国大国呢 要在联合国框架之下 在WTO的框架之下 来解决贸易争端的问题 而不能单方面诉求 单方面的要求对方 必须怎么样